嗨大家好 我们之前的视频条开48V用洞圈到底会不会烧洞圈话筒 我们的答案是不会 严谨一点说你只要是采用的双卡龙话筒线 且洞圈卖为平衡的接线方式 不会 如果你使用的最差的无阻抗变换BR器的这种洞圈麦克风的话 低价的洞圈麦克风为非平衡的接线麦克风 内部的接线方式为一三角直接短节调 二接道是正级直通咪头 你只需要短节调一角二角直通的是咪心的正级 三角直通的是咪心的负级 你也不会烧毁洞圈麦克风 你要知道48V怎么来的 一角和二角搭在一起就正级了 三角和一角搭在一起就负级了 你直接把这个一角直接切掉的话 它俩搭一起 二角和三角搭一起 它也没有电 同样我们也采用的是福克斯特官方的文档 来给大家说明的这个问题 官方文档也证明了我的观点 如果你采用的是6.35装卡通的连接线 同样你也激活不了48V 同样你也少不了 但今天我们下面要说的这个行为 真的有可能损坏你的48V婚姻电源 这个行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行为 叫做48V热拔叉话筒 相信在看视频的在座各位啊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行为 用着用着电容卖升卡的48V开着呢 当我们想要拔掉话筒的时候 我们直接拔掉了话筒线 而并没有关掉48V 这样的行为很容易烧毁升卡的48V欢迎电源 甚至损毁话筒的一整个输入端 我用三块升卡的经验告诉了大家这个问题 第一块升卡是这样的 当时用了一个手持的电容麦克风 48V没有管直接拔掉了话筒 当年用的升卡是莱斯康的Lambda 当年直接返场维修 维修返场的费用啊 80块钱80块钱买了这个教训 第二块升卡是某个直播升卡 当天比较着急 同样的操作热拔叉了之后 整个书端这边就开始有嘟嘟嘟嘟的声音 书端肯定是坏了 又是返场又是维修 因为在保修期之内啊 他并没有收我的钱 第三次是在工作之后 我成了某个公司的产品经理 当我在去使用公司的样子机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个状况 毫无意外的又再度烧了 结果维修部门加了保护电路 可以支撑得了热拔叉 在我们新买的升卡当中啊 很多都有这样的保护电路 可以支持热拔叉 我参与的后续的项目 也都有保护电路了 所以在热拔叉这一块 我们测试的次数当时最低是20次 而且用的是不同的电容麦克风 后续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但是相信很多朋友熟里用的 也不一定都有为了保险起电 不建议大家使用电容话筒 开着48伏热拔叉话筒 当我们要换话筒 或者是不用这个话筒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关掉48伏 然后换好话筒之后再开 因为你不知道你用的 它里边有没有保护电路 当我们热拔叉的时候 最容易烧毁的是声卡段 麦克风这边反正我没烧过 当我们去使用电子管麦克风的时候 我们的电子管麦克风 本身就有了独立的供电电源 你也不需要去开48伏 48伏常应对的是这种普通的电容话筒 本身没有额外的供电系统的 需要去用到声卡给的48伏 幻象电源供电去进行工作 当我们去用我们电子管话筒的时候 就不需要开48伏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